各位同仲大家好 Revision of polynomial 我們去到第十題了 第十題它就說 fx是一個叫做 cubic polynomial 這個字特別留意 因為cubic的意思其實就是degrees3 即是一個三次方的prenomial 然後它就繼續說 它就說這個fx是devisible Divisible by這個 所以如果我們要畫公仔 畫出相片 即是我們除這個的話 那個餘數會是0 這樣才叫做Divisible 然後它就再有兩個條件說 一個就告訴我們 fx當除x-1 reminder就是7 然後第二個條件 就是說fx除x加3的時候 reminder就是-41 那我們看一下a part要問些什麼 a part就找個quotion 當除這個 即是除這個的時候 想找個quotion 這裡在上一條影片已經講過了 在這裡都再提一提了 你可以自己留意得到 現在這個是polynomial degree3 即是一個三次方 當一個三次方 除一個二次方 那這個quotion是多少次方呢 一次方 那既然一次方 我們就會 let它 叫做ax加b 上一集我let做mx加n 的原因是ab已經被這條題目用了 那我就改其他英文名 這裡ab沒有用 那我就自己習慣用ab 沒什麼特別的 你喜歡叫mx加n都沒問題 好 所以換言之fx就可以寫做這兩塊相成 即是這裡 然後我們有什麼條件呢 第一個條件 當它除x-1 的reminder是7 即是這個 f1等於7 那麼 另一個條件 f-3等於-41 對應於除x-3 的時候 那個reminder是41 好 所以有這兩樣東西 我們其實只有兩個未知數 就是一個a一個b 那兩條式解兩岸 未知數就對了 那你只是對應x代做1 1 1 這樣就會出到這個 簡化就是第一式 然後代做-3 -3 -3 那就會有這個 就是第二式 解聯方程 有a 有b 有quotion 那就完成了 因為留意題目問的是問quotion 所以你答題都答回quotion quotion 就是這個 2x加5 然後b 就問你到底 how many real roots 現在又有一個equation 叫做fx 等於0 那fx 就是剛才這個 a b 都有齊了 就park下去 不要拆開它 我們要factorize 去計route 這個出到-5 over 2 這個就是equation的話 按計數機 是no real roots 那我們表達上面 就check個delta 發覺是負數 問no real roots 再看清楚 看完所有的 現在就問你how many real 只有一個real 所以there is only one real roots 搞定